朋友们好,很高兴访问HT News Taiwan频道,现在,迪丽热巴与杨子谁是精英女神?迪丽热巴胜在人气,书在作品。 精英节的马上来临,历届精英女神都纷纷送上了祝福。 赵丽颖,王洛丹,刘诗诗等女星录制了VCR送上最好的祝福。 偏偏李小璐未见任何动作,引人注目。 说起此次的精英女神,两大热门便是迪丽热巴与杨子。 人气最高的是迪丽热巴,观众投票稳居第一名。 可论作品,还是杨子最值得一提。 今年,新拍摄的几部作品中,相密无论是剧本、制作,还是演技都算得上成,关键是深受观众喜爱。 精英女神不仅仅只是一个空头衔,而是对一个演员两年来的付出与努力做认可。 当然。 除去这些之外,精英女神可以穿上为其定制的精英战袍。 今年的衣服耗时1200小时,一针一线采用复杂的工袖制作完成。 对此,哪位不想女星站上精英的舞台之上呢? 精英女神的战袍需要量和身材进行定制。 想必精英女神花落谁家早有定局。 而呼声最高的杨子,迪丽热巴到底谁能捧得荣耀之位呢? 无论,哪位女演员有幸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精英女神。 能够被选上肯定都是优秀的演员。 让我们一同期待精英节的到来吧。 精英节的马上到来,让我们对精英女神是谁充满了好奇。 现如今为止,网络上已经曝光了很多人被选做精英女神的消息。 但都遭到了反驳。 无论是谁能获选精英女神,都希望她不忘初心。